修旅車行駛國道路面 出現一把斧頭被前車輾過 瞬間彈起來高速旋轉後 直接往後方修旅車 引擎蓋劈過來 根本就是國道殺人暗器 六月底才簽的新車 就是很倒楣 採買四個月的新車 就在國道台南東山路段 被一斧頭劈到車頭破 要是再往上面一點 劈中玻璃恐怕危急性命 全家嚇到要收金 同樣倒楣的 還有高雄這輛修旅車 修旅車開在內線道 右前方大貨車 突然後方鐵片掉落 最快亂飛狂砸 這一砸修旅車前輪爆胎 油箱水箱都破了 採買一年的新車 幾乎爆銷 映著頭皮開往路間 不斷按喇叭示警 警方到場一看掉落了 其實是大貨車配重箱 裡面塞滿厚重鐵片 車身產生震動 而脫落 大貨車不檢噴裝備 一旦被拔脾氣也不小 無流車向左硬切 修旅車狂按喇叭 兩度切內線道惡意筆車 他不是幹嘛 女駕駛事後 拿行車記錄器檢舉 警方對無流車開紅單 國道狀況一大堆 奪命暗器也很多 不是被鐵片狂砸 就是一斧頭皮一過來 考驗駕駛隨機應變能力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